大家好 欢迎收看九九爱娱乐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好生意八强争霸赛制升级 林子祥给李克勤打电话 问谁有冠军前置 李克勤回答险情商 众所周知 从盲选阶段到导师团战 再到导师混战 中国好生意2021国庆假期 加更 十日五号晚迎来了八强争霸赛 十一进八的比赛进行的异常激烈 姚小棠 王欣 五颗月等选手进入八强 廖昌友 汪峰 李克勤 李荣浩战队 各有两人晋级 如今的选手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而说起节目中最亮的仔当属李克勤 李克勤导师实力过硬 选格有品位对学员负责 亲力亲为进行指导 每一个学员身上的特质被挖掘 进步也肉眼可见 五颗月盲选时的一手 慢珠沙滑成功出圈 他凭借着超高的颜值和超强的实力 而成为了这一季好生意独冠热门 也成为李克勤战队绝对的王牌 近日 林子祥出席某节目 在节目上他调侃 最近因为张碧晨 李克勤他们的缘故 自己也看了好几期 好生意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感觉观众投票还算是公平的 八强赛后 姚小棠 王兴 五颗月 他们的实力真的是有目共睹 他们转音流畅 特色鲜明 感觉这次首次担当导师的李克勤 绝对要抓破头 随后 林子祥调侃 昨天我还问李克勤 说好声音八强赛后 你认为哪个选手有冠军前置 对此 李克勤的回答还是很直接 说什么后续的比赛 与其说是实力较量 倒不如视为心态和竞技状态的博弈 谁发挥更稳定 谁就有机会胜出 还说请我吃饭 说我有大赛经验 帮我参谋参谋 这个回答真的是很有情商 中国好声音国庆假期期间加更 10月5号迎来了八强争霸赛 虽然早有小道消息爆料八强学员的名单 但不到节目播出 观众们仍然不完全确认 最终的八强学员会是谁 本期节目有许多精彩的地方 比如汪峰战队出了黑马学员姚小棠 李克勤说专业评审团残忍 人气学员王静文紧张到忘词 被导师们安慰 最终的八强学员是汪峰战队的姚小棠 王兴 李荣浩战队的王洪浩 王静文 李克勤战队的五颗月 赫三 廖昌勇战队的张露鑫 陈文飞 从这一结果来看 汪峰在八强争霸赛中损失惨重 四位学员参与角逐 只有两位入选 失去了一半的学员 而廖昌勇和李克勤 均是两位学员参与角逐 两位全境 最终的八强学员 四位导师分别有两位入选 这样的结果看似很平均 让观众不得不怀疑 这是来自官方的安排 这一期的赛制有所变动 决定学员去留的 不单是现场51位专业评审 他们的选票只占50% 而另外的50%的选票 来自现场观众 探似增加了比赛的公平性 但谁又能保证 这200位现场观众 不是某位或者是某些学员的粉丝呢 十一强学员依次演唱 并接受评审们的打分 因为不是对打 所以这一次专业评审的投票 显得比往期更为客观 比如第一个出场的壮玉亮 和最后一个出场的谭逊源 分别只得到了7票和10票 汪峰战队的学员姚小棠 黑马潜力爆发 本季中国好声音优秀的 女性学员太多 导致一直很稳的姚小棠 在前期比赛中并不突出 而这一期她小宇宙爆发 一曲太阳震撼全场 最终赢得了51位专业评审满票的成绩 顺利进入八强 贺三这一次没有选择自己的原创金曲 而是情感饱满地演唱了一首 《你就不要想起我》 演唱别人的成名曲 更能凸显歌者的能力 贺三本场仿佛就与往期的贺三 不再是同一个人 退学了个性 变成了更大众的专业歌手 王静雯是李荣浩战队中 最具宽军潜力的学院 这一期又带来了自己的原创歌曲 几回 遗憾的是她紧张地忘死了 在李荣浩 廖昌永等导师一致安慰后 她依旧自责到落泪 中国好声音的舞台是残酷的 比赛的晋级与淘汰 有时候将左右一个学院 今后的命运 王静雯必须学会适应舞台 适应比赛 如果贺三演唱的精彩 却只得了24票 李克勤认为残忍 那么忘死的王静雯得了31票 会不会让李克勤觉得更残忍呢 尽管这些票中 包含着对王静雯的鼓励与安慰 有时候 导师们真的不必太在意 专业评审的意见 因为这只是一场比赛 真正优秀的学员 就算不晋级不拿冠军 也能在后续的发展中 变得更优秀 比如周深 被汪峰寄予厚望 这一次还放在最后一个 压轴演唱的谭宣源 本期最终被评审团们 用投票的方式淘汰了 谭宣源作为曾经进入过 中国好声音总决赛的学员 这一次再次回归 大有拿冠军 志在必得的好气 并且汪峰也一直把他当作 自己战队的王牌 只可惜 现场的评审们 并不认可汪峰的认可 除了51位专业评审考核之外 学员们还会将面对 200位现场观众的打分 每位学员演唱完毕后 专业评审投票结果将直接公开 而现场观众投票结果 则会在所有学员演唱完毕后公布 总分排名最后的 三位学员将告别舞台 升级的赛制 也将比赛的悬念拉满 在汪峰战队学员姚小唐的身上 就发生了极具戏剧性的一幕 本次对决 姚小唐选择了一首大热歌曲进行演绎 面对优质原唱在先 姚小唐只言压力山大 导师汪峰则开导表示 每个好的版本都是你的老师 你需要想的是 之后有我姚小唐的版本也很棒 随后在专业评审投票环节 更是出现了与其他学员反转的投票结果 主持人华少连连惊叹 十年好生意 我也不记得出现过这样的场面 姚小唐究竟能否顶住原唱压力 呈现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舞台 而中业评审团和现场观众评审团 又将如何打分 答案今晚揭晓 面对更加严苛的评审团 各战队学员不与儿童的选择 跳出舒适圈挑战自我 盲选以来 便被赋予港风经典标签的五颗院 此番对决选择大胆突破 高水准的完成度 让廖昌永导师连连赞叹 唱出了当代年轻人 对老作品的感悟非常了不起 李荣浩导师也点赞道 一切都对特对位 让我听到了这个东西 一下子就破防了 另外来自廖昌永战队的陈文飞 也一改以往的抒情风格 选择了一首极具技巧和力量感的歌曲 关于选曲 陈文飞坦言太难了 联唱几遍后就感到筋疲力尽 但是也想给自己一些挑战 五颗月和陈文飞究竟会呈现怎样的舞台 而他们的挑战又突破 又能否得到评审团的认可 当然好声音十周年盛典注定不会频繁 虽然网友有很多分析 但是最终冠军花落谁家 还要等决赛直播才知道 小伙伴你最期待谁得冠呢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先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的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